我們先把,這六個的槳,先把它往上搭 往上搭的用意是,我們先放入我們,需要測樣品的燒杯 放進去的時候呢,把我們的槳,復原歸位 這時候呢,我們打開電源 電源最右邊是Power鍵,左邊這個是燈 就是你可以看到我們的裡面的樣品的變化 開燈的時候呢,左邊是設定我們的速度,右邊是我們的時間 時間的話,看你的時間需要設定多久 我們就可以,它是從幾分鐘一直到幾小時 像這個就是十分鐘 我們先設定為一分鐘 然後,左邊是顯示我們的轉速 依照你Sample樣品所要轉的速度,去做設定